清潔队员才刚来到定点收垃圾 没想到一名老汪上前敲敲车窗 把两包垃圾往驾驶座狂丢 你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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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抱紧 你不要抱紧 你在抱紧 清潔队员超错愕 就算极力阻止 老汪还是照样把垃圾塞往驾驶座 完全不管垃圾带中树之尖锐 无可能刺伤驾驶 事情发生在桃源如竹 17号下午5点半 一名老汪疑似不满垃圾车 因为塞车误点 等到清潔队抵达 老汪竟不是把垃圾丢到车上 而是把他砸向驾驶座 同样因为倒垃圾发生的冲突 发生在新屋 7号晚间有民众因为不满 丢垃圾要多走两三步 居然带着垃圾骑机车 直接挡在回收车路线上 不管清潔队员怎么说就是不动 大哥我现在已经跟你说了 你先拿给我们我帮你处理 现在你耽误到我时间了 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等 我一开始很好声好气的跟你讲了 明天你来 明天白天来 快对还错了 不让清潔队员无法执行勤务 连警察到场都无法劝阻 桃源环保局表示 两起案件都涉及民众侮辱队员 以及防害公务 以进行搜证报案 环境清洁警察大队 更表示绝对依法追究到底